簡單的款式顏色 沒有巨大的商標或是裝飾 這款休閒鞋 卻讓包括Google執行長配一集 好萊塢巨星馬修麥康納 甚至連美國前總統也挨不釋手 這款鞋甚至能當作元首級的伴手禮 秘密其實就是鞋子的材質 創辦人布朗跟紐西蘭當地農業部門的科學家合作 找到南島出產的一款羊毛 利用羊毛編織加上其他的環保材質 製作出號稱全世界最舒服的休閒鞋 當初會想要研發球鞋 其實是因為布朗自己的身份背景 原本是紐西蘭的國腳 卻總是找不到核心意的鞋款 退休之後決定自己研發休閒鞋 布朗把舒適還有環保擺第一鞋子的鞋底利用甘蔗製作符合勇氣的概念 還拿掉了氣墊等多餘的專業功能 就只做最單純的鞋款 這就是想要找到更好的方法 有時的計劃是要加上很多東西 鈴鐺和鈴鐺 我們在早期的情況下 為什麼世界需要另一隻鞋子 有時的計劃是想要把事情拿走 有人在喊喊喊喊喊 引發不同競爭對手的模仿 Oberts也祭出法律行動 但在布朗眼裡 擔憂的不只是公司利益會因此受損 而是擔心對地球造成衝擊 我們知道我們在一個非常競爭的項目 希望人們把我們抗爭 他們把我們抗爭的用途的材料 更多的看法 Oberts從2015年以來 已經賣出超過800萬雙鞋 去年11月還在紐約交易所IPO 掛牌交易首日的股票 更飆漲超過92.6% All birds going public today On the NASDAQ The sneaker and apparel maker listing under the ticker BIRD as in Bird It priced its IPO at $15 a share That was higher than the expected numbers Value the company now at about $2.1 billion 儘管因為持續虧損 幾個月來股價大跌超過五成 但投資專家還是看好 Oberts的未來發展 全球進入後疫情時代 或外休閒活動增加 再加上環保意識抬頭 業者更準備擴大實體零售店 將從27間增加到100間 銷售有機會再擴大成長 TVBS新聞綜合報導